3歲的華裔女孩謝新瑤 站起來還沒有鋼琴高 坐著彈琴時 雙腳離踏板還很遠 不過 她神情專注 一雙小手在琴鍵上優雅的彈跳 儼然一副鋼琴家的模樣 而她確實也天賦異稟 學習鋼琴才半年 就已經贏得了著名的 精英國際音樂比賽的第一名 將成為卡奈基音樂廳史上 最小的鋼琴演奏者 那麼 這位小小鋼琴家的天賦 是如何被發現的呢 Brigit came to me and when she was just 2 months after 3 years old and I from the lessons I observed she has a curious mind and she loves to learn and I think for the degree of her learning she really focus level is really high and also improved more she also follows the instructions very well 謝新瑤超越同齡人的專注力 執法以及食譜能力 都讓出身於音樂教育世家的 鋼琴老師張峰驚訝不已 對於謝新瑤小小年紀 就有如此的成績 她的父親謝濤表示 實屬無心插柳 不過 對於謝新瑤來說 她只是單純的覺得彈琴很有趣 無論是端坐在教室內和老師學琴 還是像現在這樣和小朋友們一起穿著禮服在街邊演奏 謝新瑤都樂在其中 新唐人記者周琦綜合報導 新唯一記者周琦維